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可牧道里的朋友们 大家平安 在今天晚上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要学习的题目是 在爱里得完全 我们刚刚所唱的这一首赞美诗 431首全辈的爱 那它的英文就是 Perfect Love就是完全的爱 那这首诗歌 其实作者是做给 这个婚礼的时候来唱的 那这首诗歌 其实它就是在描写 主耶稣对于他的教会 对于属他的人的爱 就像是新郎对于新妇的爱 我想在这个诗节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渴望爱 尤其是现在因为这个肺炎的传染 我们知道说要遵守社交距离 所以最近大家常常互相提醒的一句话就是 爱有多深 距离就有多远 所以其实我们明明都想要 跟我们关心的 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想要去表现我们的爱 可是又必须要保持距离 那我们常常就不知道 要怎么样来付出这样子的爱 所以今天晚上 我用这样的一个题目 我们来查考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我们要来看一下 什么样子能够在爱里得完全 我们请大家一起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 在新约圣经348页 约翰一书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18节 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所以这边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爱里没有惧怕 在完全的爱里面 就把惧怕除去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 其实当我读到这个圣经节的时候 很久以前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读到 我就非常的 很渴慕想要知道 为什么这一句圣经节会这么说 爱里没有惧怕 因为我们看到啊 世界上很多人要付出爱 可是当他们觉得他们付出爱的时候 其实这个 他们付出爱的这个方式 往往是会让人惧怕 或者是会猜疑 或者是不信任的 但在这边所说的爱 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唯有在主耶稣基督完全的爱里面 我们才会没有惧怕 那么什么是惧怕呢 这边讲到说 这个惧怕是因为会有刑罚 那在这一个经节里面 讲到的刑罚 我们就可以去看到 在新约福音书里面 主耶稣他有讲到说 当主要再来的时候 他要审判万民 那凡是那些不爱主的 也不爱人的 那在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要按着他们所做的恶行 来审判他们 来刑罚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在惧怕里面 是因为怕说 自己做的不够 怕说会被刑罚 那其实如果回到我们的 现在的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所面临的很多事情 其实我们也是会害怕 我们的害怕 我们的惧怕 来自于我们对很多事情的不确知 比如说像最近 每天都会有这个疫情的报道 那这一两天的报道 就是说在廉价过后 有许多出去玩的人 因为他们去的地方是群聚的地点 所以就是这个指挥中心就呼吁说 这些出去玩的人要回来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那就发现说 这几天去接受这个病毒裁减的人大增 为什么 那很多人其实都是去出游回来 他们害怕说 自己不知道会不会染上了病毒 所以他们去做检测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我们也是会有许多不确定的事情 让我们会犹豫 让我们会担心 会害怕 那尤其在现在这样的时候 更是 那我们要怎么靠着主耶稣的爱 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一切的事情 甚至在末后 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我们要面见他的时候 不要惧怕呢 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呢 我们有看到约翰长老 他对当时信徒的勉励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我们从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请从十一节开始看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 十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这边约翰长老 他写信给当时的信徒 那他其实在书信的内容里面 有讲到当时的教会的一些现象 那当时有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 就是在主耶稣吩咐使徒们建立教会之后 那教会开始发展 由许多人来信主 但是到后来 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就慢慢的辨识了 他们所传的 所宣扬的 并不是主耶稣原本来教导启示门徒的道理 所以后来教会里面有一些异端出现 那甚至结合当时的一些哲学的思想 像是诺斯底主义 那这样子的思想的传播 就是把原先主耶稣所传的救恩 都做得扭曲 那这样的思想呢 也让一些弟兄姐妹 开始去想要去追求 说得救原来是要靠奥秘的知识 那并且呢 他们认为说 这个是很稀奇 很宝贵的 那所以有一些人传这样的道理 那教会就出现了分裂 出现结党纷争的情况 那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没有办法像 一开始使徒教会 出其那么的同心合意 来见证 来传扬主的道 所以在这边 我们看到约翰长老 他在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子 来住在神的爱里面 他这边第一个讲到呢 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那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呢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原来这边讲到说 彼此相爱呢 就是要学习主耶稣的仰视 我们请看第三章十六节 第三章十六节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那这边约翰长老就讲到 主耶稣他把爱 做了一个最极致的示范 就是为世人舍命 他为世人舍命 那这些世人里面 其实在当时 绝大部分都是敌对他 陷害他 要杀害他的人 但是主耶稣还是原谅他们 为他们来舍命 那在这边约翰长老就说 我们也当学习主耶稣 为弟兄舍命 那在接下来的经节里面 他也举了例子 他说十七节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 爱神的心 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那接下来又说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说爱弟兄姐妹 不是只是说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不是只是说出祝福的话 或是说哈利路亚而已 这个开口说 只是一个开始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也要以 我们能够做出来的行为 来延续我们这一个爱的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再翻回来 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在刚刚我们所念的 十一十二节里面 在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了 那最后十二节的最后这一段话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了 如果说在英文里面 或是在原文里面 他的意思就是说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 也就是说 当我们说 神的爱在哪里 我们说神啊 你爱我们吗 我们不能只是 单方面的等待 神来爱我们 单方面的来收取神的爱 我们必须也要 付出我们的爱 像神爱我们 一样的去爱人 那当我们开始做这个 爱别人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把爱传出去 那别人也受到感染 他们也会来做出 相当的一个 这个爱的一个回报 那当我们在彼此相爱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才是完全的 所以其实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这是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特别在这样的一个 十节里面 我们是可以去做到的 在前一阵子 这个新闻报导里面 我们有看到说 意大利的疫情 非常的严重 那许多的老年人 因为没有这个 足够了这个医疗的照护 机器 还有这些人力资源 他们都是给 比较能够活下去的人 所以很多的老人家 就是这样子的过世 那有一个报导 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 也都有读到 他说有一个神父 他的教会的这些同龄 就买了一个呼吸器给他 大家集资 买了一具给他 因为觉得说他年纪大 他很需要 没想到呢 他知道说自己的状况 并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 他就婉拒了大家的好意 他就把这个呼吸器 就交代说要留给 这些年轻人 所以最后他是过世了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染病很严重 后来就不敌病 我就过世了 但是却让这些认识他的人 这些教会的同龄们 非常的赶佩 因为他真的实践出 主耶稣的爱 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当我们读到约翰长老说 我们也当爱弟兄为他们舍命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像主耶稣 用自己的生命来救世上的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 我们自己看为宝贵的东西 我们先舍去 我们把我们有余的 我们拿出来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那其实在这一件事情上 小妹就有很深的体会 在三月初 我奉差派到马来西亚去工作 那在出去之前 其实那时候 疫情都还没有很严重 但是我想说 应该做的准备 还是要做 所以就在准备说 要戴口罩啊 带酒精啊 带什么样的一些防护的东西去 那刚好教委里面有一位长辈 他也知道说 我要到那边去工作 所以他非常的贴心 他就准备了口罩要给我 那当我拿到了口罩的时候 我吓了一大跳 因为那个数量远超过我一个月 一天一个的数量 是大大的超过 可以让我用上好几个月 那其实当我收到这样子的口罩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感动 也许这位长辈他真的是有余 可是在现在这样子的特殊的情况里面 大家都看口罩是很重要 他却愿意给了我这么多 让我能够很足够的用到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可以这样子的做的 在我们有余力的时候 我们可以响应政府的一些 这些防灾的 防止疫情扩散的计划 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爱心 用在我们实际可以实践出来的行为上 当我们在这样子一点一滴做的时候 我们会更踏实的去感觉到 主耶稣的爱就在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愿意去爱人的时候 主耶稣他会以更多的爱 来帮助我们能够达成这样子 这个美好的善行 所以我们可以再来看 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约翰一书第三章 第三章 我们刚刚有看到说 我们要爱弟兄姐妹 那在接下来第三章的二十节 第三章二十节 这边说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神比我们的心大 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 二十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 那这边是说 他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就是说我们如果不付出的爱 其实我们心里面 有神给我们良善的这样子的美德 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付出爱 我们看到人在困苦中 在为难中 我们要去帮忙 可是我们如果没有伸出手来 其实我们的心会责备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来付出爱 他说我们的心就不会责备我们 那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稳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 所以我们要求 我们能够住在神的爱里面 在神的爱里面得完全 第一个就是彼此相爱 那我们再看回来 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四章的十三节 十三节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这边讲到说 我们要住在神里面 住在神的爱里面 有一个证据是神给我们 就是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 那神的灵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 第三章二十四节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所以圣灵就是神 跟我们同在的一个凭据 那主耶稣他在将要受难之前 他也告诉他的门徒说 他将要离开 但是他会拆遣这个圣灵的保惠师来 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六节 十四章十六节 新约圣经一百五十页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那这个圣灵是主耶稣赐给我们 做我们的保惠师 就是随时地陪伴我们 随时地安慰我们 随时地训诫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要求在主耶稣的爱里面 要在这个爱里面 没有惧怕得以完全 我们就要求圣灵内住 我们请再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 新约圣经三百四十六页 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那这个恩高指的就是圣灵 那在这边约翰长老告诉当时的信徒说 要按着从主 从主的灵 所启示的这些教训 住在主里面 能够保守在这个道理里面 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 当时有一些异端出来 那告诉这些基督徒说 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 而是要靠着这个奥秘的道理 那这个奥秘的知识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 仅有少部分人 有这样的聪明智慧 能够了解 才能够得到 所以在这边 约翰长老他才会写这个书信 来提醒大家说 不要去听人的教训 凡从人所说的 有许多的都是假造的 有许多的人 假冒这个耶稣基督的名 来迷惑 不要去听 那要相信的是什么呢 是从圣灵而来的教训 所以在当时 约翰长老这样子的 来勉励信徒说 要靠着这个主的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那对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来说 我们要来怎么学习呢 也就是说 在越是不平安的日子 我们越要记得 有从主耶稣而来的圣灵 来帮助我们 来指引我们 我们不要像 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一样 我们在很多的这个 不安当中 焦虑当中 我们迷失方向 当然每天我们都会听到 许许多多的 关于这个疫情的消息 那其中有真 但是也有许多是假的 是谣言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分辨呢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听到 对我们有帮助的 那把那一些谣言 那一些骗人 或是想要从中 得到利益的 这些不实的话语 去过滤掉呢 所以当我们在 努力的汲取 这些讯息之中 其实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心 能够空下来 就是每一天 我们也要 让我们的心安静下来 有一段时间 能够跟主耶稣祷告 求主的圣灵 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间 在这个 每天 我们听到许多的这一些 话语中 我们能够 借着主耶稣的灵 来平静安稳 我想再跟大家 分享一个经节 我们一样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四节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 第四节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圣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好 这边讲到说 在你们里面的 就是在每一位属神的人 心里面的 神的灵 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 神的灵 虽然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眼睛看不到 但是 神的灵 胜过世上的一切动荡 在神的灵里面 在主里面 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 的确 在这一次的 这个疫情当中 这几个月来 我们看到 病毒 传播 所到之处 不论是强国 弱国 不论你是 名人 还是 小族 不论你是 富有的 还是 贫穷的 其实在 病毒面前 人人 平等 无一 信念 所以在世界上 看来是 强国的 就是在这一次的 这个传染病毒的 这个肆虐中 我们也看到 死亡非常多 得病的人 非常多 所以 当我们看到 这样子的 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 更要 感谢主 因为在 主耶稣里面 我们 能够 保守 平安 我们的心 能够 安定 所以 当我们 被 保守在 主的 圣灵里面 的时候 我们更要 记得 主耶稣 要我们 做的事 按着 恩高的教训 住在 主里面 那我们 再看 约翰一书的 第二章 第二章 二十八节 第二章 二十八节 小子们 你们要住在 主里面 这样 他若显现 我们就可以 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 在他面前 也不至于 惭愧 这边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住在 主里面 当主耶稣 再来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坦然无惧 那什么是 住在 主里面 按着 恩高的教训 住在 主里面 在 后面 我们 看到 在 约翰一书的 第三章 约翰一书 第三章 第六节 凡 住在 他里面的 就不犯罪 凡 犯罪的是 未曾 看见他 也未曾 认识他 所以 我们要求 圣灵内住 求神的灵 保守我们 让我们能够 面对这世上 所有的 不平安 所有的风雨 我们更要求 主耶稣的圣灵 保守我们 在 这一个 飘摇 动荡的时候 保守我们 在神的道里面 不犯罪 那不仅不犯罪 而且要 行出 公义 其实我们 最近 除了担心 会得到 肺炎 传染病之外 我们 看到 因为 这个影响 这个疾病的影响 很多国家的 经济 都开始 有了一些 状况 我们也看到 很多人在领 失业的补助 尤其在国外 是 大排长龙 那在这个时候 也许 我们有一些 弟兄姐妹 也受到了影响 可能自己的 公司 开始 会 要 我们来放 五薪假 或者甚至是 减少 上班的 时数 那在 这个当中 我们有 这样 经济的压力 我们心里面 也会担心 但是我们要记得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 靠着主耶稣 来保守 我们的心 保守 我们的行为 来度过 这一个 艰辛的 这一个时段 那 求主耶稣 让我们 在 这个时候 我们 仍然 能够 显出 我们是 神的儿女 是 行光明的 我们不因为 生活 不好过 那我们就 跟 其他人一样 有一些人 因为 收入减少了 那可能 他会去 铤而走险 做一些 犯法的事情 做一些 伤害人的事情 但是 我们 是有 神的 灵在心里面的 神的灵 是 正直 是清洁的灵 那我们要 靠着神的灵 来保守 我们自己 能够 度过 这一段 时刻 度过 这一段 考验 那 如果我们 有这样子的心 主耶稣 会继续来 带领我们 让我们 在 生活 我们觉得 困难的时候 主耶稣 还是会 伸出手来 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说 他与我们 同在 所以 我们 要求 在爱里面 不惧怕 在爱里面 得完全 就是要求 主耶稣的 圣灵 常常与我们 同在 帮助我们 教我们 如何 来过每一天 如何在工作上 我们能够 度过一次 又一次的考验 如何在 与人的 交往之中 我们能够 显出 我们是 神的儿女 依然散发出 基督的心香 那第三个 我们再来看 约翰一书的 第四章 约翰一书 第四章 请看 第十四节 第四章 十四节 父差子 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 所看见 且做见证的 十五节 凡认耶稣 为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神里面 这两节 讲到说 要承认耶稣 是神的儿子 那神就住在他里面 约翰长老 他以他自己的 亲身经历 他如何的 被主拣选 如何的 听主 来传道 如何跟着主 看到主所做的 这一切的神迹奇事 以及 后来他们看到 主耶稣 被钉十字架 受死 后来又复活了 他以他亲眼看到的见证 他来告诉 当时的信徒说 要承认 主耶稣 是神的儿子 是救主 那为什么他要对当时的人 这样子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 当时的异端 除了讲到说 这个得救 并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 是靠着这个 极奥秘的知识 也讲到说 主耶稣 其实只是一个凡人 他并不是神 他能够行这些 神迹奇事 是因为有神的灵 从天上降下来 在他身上 所以让他能够说出 这些道理来 让众人都信服 也能够行异能 那人人都把他当作是神 那可是主耶稣呢 他的这个异能 在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 就被天上的神收回去了 所以当时的异端 这样子的主张 就对这一些相信主耶稣 是复活的救主的 这一些基督徒 让他们产生了一些迷惑 所以约翰长老 他在这个书信里面 来勉励大家 就是说 你们要坚定你们的信仰 要坚定你们所听到的 你们所看到的 你们在圣灵里面 所经历到的这一切 那为什么要承认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呢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请看第二章的二十一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没有虚谎 是从真理出来的 谁是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二十三节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二十四节 论到你们 无要将那从起初 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 若将从起初 所听见的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二十五节 主所应许我们的 就是永生 所以这边讲到 要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是救主 那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 所以在这边 约翰长老就是叮咛 当时的门徒说 不要忘记你们 从起初所听到的信仰 你们要放在心里面 常常的去思想 常常的去琢磨 不要因为人们所说的人云亦云 你们就渐渐地失去 原来所听到的 没有办法坚守 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 得到主所应许的永生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经节 请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十五章十四节 七月圣经两百四十四页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我们请再看十七节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人在罪里 十八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 人也灭亡了 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信仰上 我们要真的去认识 主耶稣基督 这个主耶稣基督 他不是只是有异能 能够行异能的人 他是能够让我们得到永生应许的神 那在这边 哥林多前书保罗他讲到说 因为当时就有一些人在传说 这个主耶稣基督 他死了 他并没有复活 那如果主耶稣基督 他死了并没有复活 就代表他没有战胜死亡 没有战胜魔鬼的权势 那么他为我们定十架所流的血 也不能为我们众人赎罪 所以这样子我们众人 都还是在罪里面 所以在这边 保罗他这一段 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主耶稣基督 他是真正从死复活的主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神 那唯有这个无罪的神 才能够胜过罪权 胜过魔鬼的权势 才能够让人从死亡里面 得到永远的生命 所以这一段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要追求 对当时的人来说 是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承认他是救主 他能够赐给人们永生 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当我们面对 现在这样的 这个严重的传染病的威胁 我们常常会疑问说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啊 那到底为什么慈爱的神 会让这样子的一个灾难 发生在他的子民当中 其实神是要借着这一件事情 来告诉我们 我们要趁着还有精致 我们要思想生命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没有灾难的豁免权 但是神给的我们 让我们能够选择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 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一堂开始 信主耶稣 让我们的生活得到的改善 让我们的疾病得以医治 我们更要去思想 这个信仰的生命之道 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真的去追求 更彻底的来认识神 像当时的人 他们有一些被迷惑 认为说主耶稣是凡人 那我们现在 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子 错误的认识 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 对于主耶稣所说的话 对于主耶稣 他所亲身示范的 能够得救的这些真道 这些圣礼 我们都有清楚地了解 并且我们都有清楚了解之后 我们是不是能够来跟人来见证 能够跟人来分享这个 美好的福音 这个得救的信息呢 所以约翰一书里面 约翰长老说 他亲眼看到 他也跟大家见证 那我们在今日 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到 可是神借着圣灵 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身上 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 让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神之后 我们的生命改变 我们能够借着神的爱 去做出在我们还没相信神之前 那一些没有办法做到的 这些爱的行为 那么我们也要把 这么美好的福音 这么完全的爱 这么全备的爱 我们也要努力地去传扬 给许多还在忧虑 还在黑暗中的人 所以要见证神 要见证主耶稣 就是那唯一的救主 那么最后一个 我们再来看 约翰一书的第四章 约翰一书第四章 我们要怎么样 住在神的爱里面 怎么样得到完全 第四章十六节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就是 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那在第十六节 这边所讲的呢 说神对我们的爱 我们知道 我们也相信 那这个知道跟相信 就是它都是一个 在这个文法上 它是一个完成式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的爱 我们已经体验到 祂的爱 体验到祂的恩典了 我们也相信祂的爱 因为在过去的 祂给我们的恩典上 我们都体验到 我们也能够相信了 那么我们不能只停留在 过去对祂的相信 我们要继续往前走 所以在这个十六节里面 祂说我们要住在爱里面 这个住在爱里面不是 以前不是说 我一开始就住在爱里面 而是说我们要 持续地住在爱里面 也就是说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要有主耶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活着 保罗说 他自从被神拣选之后 活在他里面 不再是他自己 而是主耶稣基督 在他里面活着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若要真的去 彻底地感受 神就是爱 我们就是要 每天都要立志 不管每天 我们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 求神让我们 能够把他的爱活出来 能够让周围 还没有认识主的人 看到我们 知道说 我们是有主的爱同在的 知道说我们是有喜乐 有盼望的人 那当我们这样子做 我们请继续往下看 十七节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 这样爱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所以当我们 能够感受到主的爱 并且学习彼此相爱 我们求主的圣灵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每天的 这一些危险中 我们能够更有力量 能够有盼望 我们也要求主耶稣 让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 能够更加坚定 努力的去追求 每天我们都努力的 实践神的爱 我们每天也继续活在 主的爱里面 那这样当主耶稣 要来的日子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 站在主面前说 主啊我准备好了 所以主对于他所爱的弟兄姐妹 他所爱的这些门徒们 他绝对是会照管他们 绝对是会垂听他们一切的祈求 我们最后再来看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十五节既然知道 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这边讲到 我们如果照神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如果我们能够每天去 学习主的样式 来实践爱的道理 我们每天能够在祷告里面 求圣灵引领我们 照着圣灵的恩高的教训 来走主的正路 那么我们向神所发出来的祈求 一定都是合乎神旨意的 那既然我们所发的祈求 是合乎神旨意 那神又怎么会不悦纳呢 所以这边讲到说 我们如果照着神的旨意求 就能够坦然无惧的 来到祂面前求 这也是神给 所有祂爱的儿女的一个应许 祂应许我们的 不只是有永生 祂也应许我们在今生 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只要尊着祂的旨意 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 来到祂面前祈求 而祂也必垂听 我们也必得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完全的爱 是把惧怕除去的 求主耶稣 到底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能够努力 让自己 在主耶稣的爱里面 一点异地的追求完全 追求圣洁 将来我们都能够 住在祂的爱里面 喜乐平安 我们一起来唱诗